世界广东同乡总会南加州分会以及华侨协会洛杉矶分会举行了联合春宴 全桥的乡亲除了回顾革命先烈以及华侨救国的血泪历史 也期盼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世界广东同乡会南加州分会以及华侨协会洛杉矶分会 联合举办的庆祝建国百年联欢晚会 活动正式开始前全体先为近日逝世的华侨协会洛杉矶分会理事长赵尚贤 默哀一分钟表达追思怀念之情 紧接着由广东同乡会南加州分会部女部演唱天佑美国 欢乐年年等歌曲为晚会揭开序幕 中旨就是乡母乡亲 大家团结有爱帮助这个乔姐 刚好我们得知洛杉矶分会 也正好在今天举办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大会 所以我个人很有幸能够代表总会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我相信非常的有意义 这场联欢活动宾客云集 包括华侨协会总会监事长黄海龙 前侨义中心主任李碧白 世界广东同乡会前理事长谭汝希 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刘克裕都出席共襄盛举 我们海外华侨尤其是我们广东华侨 这份爱乡爱国爱民主的精神代代相传 不管是在我们革命建国或者是在我们对日抗战 以及我们广共抗恶 还有我们汇出联合国的每一阶段 我们海外华侨都是出钱出力 世界广东同乡总会南加州分会创会元老黄金泉 及罗省中华会馆部主席马国威 也分享了华侨在异乡争取平权的奋斗历程 最后由监事长黄海龙致赠景旗 给世界广东同乡总会南加州分会 以及华侨协会洛杉矶分会 加州众议员五国庆的首席代表马刘爱琼 以及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黄维刚 也分别致赠贺壮给两个协会 表彰他们对桥社的长期贡献 联欢晚会就在团结100的气氛中圆满落幕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